其實車子的這個車窗的升降機喔 當然每個車場每個車型呢 它升降機的構造可能會有所不同 有些可能走軌道的 有些可能走這個鋼鎖的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通常是一樣的 除了無窗框的車外呢 這種有窗框的 你會發現玻璃升降的時候呢 一定經過尤其後方 一定有一個橡膠的軌道 前方也是躲在前側 有一個玻璃上下的軌道 而這個軌道呢 其實因為有一半是暴露在外頭的 所以這個地方有時候會用一些絨毛 或者一些其他的材質呢 讓它保持一個潤滑的情形 不過也因為它暴露在外頭 所以呢 外頭這個原來潤滑的情況呢 很容易在很短時間內就變得色色的 而且被髒污了 所以呢平常呢 我都會建議喔 在玻璃呢 升降機還沒有任何故障的時候呢 平日就要做保養 而且保養非常的簡單 就是一樣到賣場去買這種 所謂的電動窗 橡膠潤滑劑 通常可能是Silicon的一個成分喔 把這個潤滑劑呢 噴向我剛才講的 整個窗框的前後 前後的這個橡膠滑軌 除了外部這個地方被潤滑之外呢 也讓它這個潤滑劑順勢的 流到車門內的軌道 由於現在車子造型的關係喔 有時候玻璃都非常的大片 那你這個升降機 在上下活動的時候呢 承受很大的力量 當這個滑槽啊 這個焦條軌道呢 它潤滑好的時候 其實支撐力是OK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呢 一旦它失去了潤滑效果 馬達吃重電 不僅說升降機容易磨損 容易損壞 而且呢 對車子的發電機電頻壽命 也是有影響的 所以這個很簡單 去買一罐電動窗橡膠熱滑劑 平常呢 沒事就噴一下吧 試試看